4月26至29日,琴锻炼跟着赛事去旅行,2024年云南省边境幸福村体育嘉宁华在云南省普尔市篮仓线举行。 此次嘉宁华活动以深受群众喜爱的三人篮球项目为主,邀请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尔代夫、尼泊尔7支代表队与中国云南省16个州市三人篮球队代表队齐聚篮仓以球会友, 促进各国间文化体育交流。 在为期四天的赛程中,各国球员们用激情和汗水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 也通过体育这一无国界的方式在赛场上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我又去交流,跟我们的文化也比较相近,他们跟我们的带族文化比较相近,都喜欢吃点比较霜辣的东西。 然后我们过去那边踢球呢,也品尝了他们的美食,也感受了他们不一样的风土人群的文化。 这次来交流最多的还是这个泰国队,因为我们在小组赛,在半级赛都对待他们,我觉得交流挺深的, 相互平时有个教练组之间交流还挺多的。 通过这次比赛,我感觉我们在他们的技战术,攻防,还有他们赛前的热身,赛前的训练,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希望在这个比赛,每年都集办下去,然后希望邀请的国家一来一多。 此次赛事将参加三人篮球总决赛的39支代表队,分为上、下两个半区, 通过小组赛,半区交叉赛,以及排位赛三个阶段的激烈角逐, 西双版纳州一队,红河州二队,楚雄州陆丰市队, 分获州市代表队,冠亚继军,尼泊尔,柬埔寨,泰国代表队, 分获外方邀请组前三名。 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不知道中国和其他国际球员都那么好, 我们已经来到这一周,希望它全部都很好,然后我们赢了。 我和台湾教练,也有美国教练,也有拉欧教练, 我们也有美国教练,我们继续比较在内野赛, 我们会有很好的合同跟 EU国, 所以希望我们回到明年,这就是我们的好的经济。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中国,我非常感激烈, 人们的很友善,很友善, 玩的環境非常好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 为中国人和邓人 做好朋友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 我感觉这次 当他们教练来说 每个队员都很拼 也很努力 他们队的速度 配合默契确实比我们队要强得多 我们队主要是与个人单打 因为离边境很近 然后高铁也开通了 方便的很 老挝 泰国来版纳这边也方便 以后可以有体育的方式促进 两个国家的一些友谊 就是近两年的体育赛事可能会越来越好 此外本次体育佳娘华 还结合蓝仓自然资源优势 和边境民族特色 设置了汽车集结赛 亲近景麦山徒步活动 边境民族地区特色产品展等一系列活动 充分发挥了体育在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产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